一百十二學年度中等學校 各項運動聯賽即將揭開序幕 包含籃球 排球 足球 女類等 四大競賽項目 而這次眾所矚目的HBL高中籃球聯賽 這次更是移師桃園舉行資格賽 健行科大 以及中原大學這邊 特別能夠協助相關球場的一個借用 就把我們資格賽的部分 移到桃園這邊來做一個實施 約好了 球長健 作為本年度的口號 簡潔俏皮的風格 凸顯青春的可貴 更是拉近球員與球迷的距離 而球員更是摩拳擦掌 想要展現最強實力 我希望這賽季可以 帶領球隊拿冠軍 對 然後去達成我們的目標 競選就好像什麼將舞 其實覺得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實力拿出來 其實女子累球也有七二聯賽 這樣子一貫的這樣子一個相輔相成 目前二零二八年的洛杉磯奧運會 棒磊球的運動種類很有可能還是會繼續在列入 我們還是會投注更多的資源來協助 除了場上的球技與態度的培養 高中體種更希望透過賽事推動愛德循環教育 我們更希望能夠推動孩子的一個環保教育以及公益 在比賽過程中裡面啊 當然孩子的減縮還有孩子的一個生活教育 新的學年度展開市大高中聯賽即將陸續開打 包括十月十八號開打的國高中籃球甲級聯賽資格賽 緊接著二十四號足球聯賽開梯 另外在十一月二十號以及十二月七號排球甲級聯賽 國高中的預賽也即將開打 而累球項目原在報名當中 原室安卡托瑪爾加瓦把渡台北市採訪報導